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棋是中国流 白棋二连性 白棋挂脚 下到这儿呢 是很常见的人类棋手经常下的布局 这个局面就是我们人类的棋手最常用的下法应该是跳 不过阿尔法维奇它这时候是使出了它最喜欢的三三 直接点脚 白棋挡 之后呢 飞 又出现了我们这五十盘棋当中 经常看到的这个阿尔法点三三定式 下到这儿之后呢 白棋暂时脱先 白棋反点一个三三 黑棋挡这边 如果黑棋拦下去的话 白棋往里面爬 应该会搬 如果这么下呢 白棋跳出来 还原了一个我们加工之后 还原了一个我们加工之后点三三的定式 下成这样的话 白棋跳出来之后 黑棋这个紫的位置不是太舒服 感觉上拆在这儿有点中途半端 脚也没照顾到 白棋这地方很坚实 黑棋撤回比较好 放在这儿 有点尴尬 那么 所以呢 黑棋 到这边 将来这里如果能围一块大空的话呢 这个紫的效率就显得比较高 把它爬 长 之后呢 贴 贴下的很紧凑 像我们以前 我们少年时代打日本棋 打日本棋谱的时候呢 这个效法 接上 这好像以前日本棋手很喜欢的 比如说 三连性的局面 白棋点完三三一接 黑棋一飞 接呢 非常的扎实 不给黑棋留下任何的借用 但是这个头被黑棋飞过来 有一种就是黑棋增到了这个双方必真点的这种感觉 而贴呢 感觉上更加主动积极 这个冲断呢 现在暂时也不怕 黑棋现在如果马上冲断 白棋接上也可以考虑 简单吃掉也没有问题 黑的吃角的话 白棋外边非常广阔 针这个头 这也是可以说双方消长的要点 黑棋当然要扳 这不能被白棋这样跳过来 那白棋就彻底扩张 黑棋被压扁 一定要针头 白的必须也要扳 黑的退的话呢 白棋就再贴 实战是连半 双方争抢这个中辅的一个主动权吧 打一下 把黑棋打成鱼形 之后呢 长 黑的贴是要点 如果直接吃的话 白棋先手拐吃 这样呢 白棋先手抢到这个头 没有任何的毛病 黑的先贴一下 白棋这地方不能不走 不走被扳头 白棋太难受 二子头不能被这样扳过去 所以白棋长 那么黑棋再吃 当然这个也是避震点 白棋拐过来和黑棋压过来 对于中辅的影响力差别非常大 所以白棋必拐 那么黑棋先贴一下 就比单吃好很多了 这样黑棋是先手 黑棋得到先手之后呢 打吃这个 那黑的现在在上边走棋也可以考虑 比如说挂脚啊 或者二五清风之类的 毕竟白得一手的话 上边如果多围成实地呢 是相当可观的 不过可以选择的是 就打吃完了之后立下 这部棋当然价值也非常大 那么白棋收脚 上面 围住一大片 黑棋加工 扩张右边 同时呢 威胁白棋这五个子 这时候白棋使出一靠 这一靠 这又是具有阿尔法维棋特征的一步棋 现在当然这么平和的挂呢 我把黑棋刚好飞过来 围这块 同时也照顾了这个子 白棋这块就压力越来越大 紧凑凑的靠上去 黑的这个时候如果搬这个 大致黑棋大致只有四种硬法 搬 退 搬这边 退这边 如果搬这个的话 白棋应该会搬这个 假如普通这样下 虽然这边黑棋控围的很坚实 但是呢 白棋先手走到这三个子之后 再加工过来 从方向上来说 白棋还是走到了价值比较大的方向 这里又有根据地 又能加工黑棋这个子 那么如果长三三的话呢 白棋靠黑棋长三三 应该有白棋先手便宜了的感觉 等于黑棋小木变三三 被白棋尖冲 白棋把黑棋压在低位 如果搬这个呢 白棋进角 这样下的话 白棋很实在 就活到脚上的话 实地上是 肯定是收获不小 所以实战黑棋长 用白棋长 之后再搬 黑的如果搬呢 白棋应该就虎一下 这地方一搬 白棋就活了 眼型很丰富 所以打吃是要点 这时候白棋 在下什么就不知道 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坐结 或者也许 飞一飞之类的 总之把黑棋这一带的潜力给它 削一削 黑棋实在没有搬这个 而是 拐头 拐头当然也是一个要点 白棋跳 之后大飞 继续进攻这五颗子 白棋出头是必然的 出头 最后黑棋小尖 黑棋小尖 一方面呢 破白棋眼位 同时也把自己下得厚一点 这里要冲断 白的如果这么贴的话 黑棋就顺势往前一长 让白棋单关逃出 黑棋顺势往前挺进 白棋实战是 加 黑棋当然要冲一下 如果直接接回 被白棋挡住 那么黑棋再往那边走 就 怎么都不如尝出去舒服 白棋加 黑的冲 白的挡 这时候另外一个下方 就是断 断也是可以考虑的 再打尺 这样的白棋接上 如果黑棋沾的话 白棋再沾 那么跟实战 实战是直接打黑棋接住 白棋接住 跟实战相比等于 白棋沾和黑棋拐 这两个交换了一下 这个对白棋来说 应该是有一点好处 当然黑棋也可能不沾这个 不交换这个 白棋提黑棋就提 这样跟实战相比 不知道哪个更好一点 总之断也是一个 可以考虑的下方 而实战呢 白棋直接挡上 黑棋接住 黑棋接住 白棋站 这里有个子 对将来作严也是有帮助的 黑棋走在这儿 白棋牢牢地守住脚地 这块白棋 白棋觉得这块也不用担心什么 这里也有眼形 所以不是一块害怕黑棋进攻的棋 所以扎扎实实先把脚地守住 但是白棋现在感觉上从这边加工过来 也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又加强这块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棋 又能进攻这个子 白棋选择了这个 照 跳出 再照 黑棋这一大飞 两兆 又用一个大兆子把白棋照在里面 这几步下的还是相当潇洒 白棋呢因为这块比较重 感觉上不能随便在这乱动 想要靠断黑棋的话 有可能被黑棋比方说反断之类的 白棋负担很重 而如果在这边走棋补活的话呢 感觉上 可以说是不毛之地 长不出什么粮食来 黑棋走也走不出多少木树 白棋走更走不出木树来 总是不甘心 即使不走呢 黑棋拿白棋也没有太多办法 总不能把这块就杀掉 所以白棋现在拖鲜 跳这个 跳 普通的感觉呢 黑棋这个得硬 不硬的话这边围不住 硬 硬的呢当然也挺大的 不知道白棋会走什么 普通的话就是打 黑的如果再硬 要想围这块 那么 你要围这块 正好可能白棋利 你也得挡 白棋这块也活了 这个利也先手走到了 黑棋虽然围住了这块 但是白棋两边利用 一共其实也就20多亩 白的如果都能走到 再把这个围住的话呢 白棋是挺满意的 这部棋也很大 这一围全都是白棋的空 而黑棋一肩充的话呢 白棋能为多少 就说不清 那么实战黑棋没跟着走 而是肩充 肩充价值也相当大 那么白棋 引个针 这要跑出来 跑出来黑棋受不了 黑的如果敢乱动的话 白棋就一逃 那不冲下来 好像也没什么其他气下 如果冲下来的话呢 白棋一路长到这里 再斑沾 脚上都被吃掉 黑棋 显然是损失太大 所以呢 提 那么白棋先手便宜到一下 再压 我们可以看到黑棋这块大空就瞬间 就没了 瞬间被破的金光 不过呢 不过呢 黑棋上边连走两手 等于也破了白棋这个方块的空 价值也是相当可观 挡下 挡下之后 白棋是打入下面 就是期望宽处走 现在最宽的地方就是下面 那样 如果你不走 将来黑棋这边 攻一攻 让白棋去做活 在这 这一带再扩张起来的话 也是相当可观 所以白棋打入 黑棋当然不能被白棋这么度过 如果一旦被白棋度过 那么 连着那块一块走好 显然是黑棋不满意 黑棋 小尖阻度 白的小拆一 即便多了这个子 白棋觉得黑棋还是拿这块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所以先在这 先在这边 火出一块来 黑的呢 开始进攻 飞 白棋靠 如果黑的斑的话 那白棋做眼还是比较容易的 哪怕就 哪怕就这么来俗的 一是这个靠段 再翻打 是可以出头的 哪怕就这么顶打吃 这眼位就已经出来了 那做活是不成问题 黑棋实战呢 没有斑 是反靠在这里 白棋当然重点是这个 所以靠出 黑的横着一退 如果斑呢 白棋就 就锁顶 应该就没有问题 锁顶 然后黑棋挡的话 白棋就挖打 这样黑的就 就不对了 这个子放在这很奇怪 如果你要卡吃的话 白棋就提 打吃的时候呢 白棋可以打这个 黑的提 白棋提 白棋顺利逃出去 黑棋吃这两个字很无聊 靠这个 黑棋挡不住 冷静一退 冷静一退 白棋横顶 造法很实战 横着一顶 黑的当然要接住 挡 那边两个子就弃掉 两个子呢 价值不是很大 黑棋如果再接着走 白棋拐一拐 然后 比方说跳过来 大龙轻松就处理好 黑棋判断吃这颗的价值也不大 尖刺 这也是棋心的要点 白棋 捕自己断点的同时 给黑棋留下一个断点 也得一废 点刺一下 接上 针刺 好 白棋这块彻底走好了 黑棋充斥 黑棋吃到这个子这边变厚了 变厚了 本来比较薄的这个大跳变厚 但是呢 黑的小尖加飞加上前面的罩 这么多手棋来围攻白棋 白棋呢很轻松的这样处理呢 应该还是没什么不满意 搬这个 这是价值巨大 如果这地方被白棋藏进来 本身十几目的价值不说 关键是黑棋还没活 这一半 白棋一立 这地方不立的话 始终欠着一点问题 这冲断 如果吃这个的话 脚上两子被吃 实地损失比较大 粘呢 黑棋 将来有长处去逃掉的可能性 逃了之后白棋脚上还得做活 所以利 这盘棋下到现在呢 没有出现什么特别激烈的这种战斗 这是双方可能比拼功利的一种一种格局 下一步白棋尖或者甚至飞在这儿 不止这块围住了 还要对黑棋这块掩位施加压力 黑棋长 贴住 再飞过 逃掉这个子 破了白棋不少空 同时等于也在 也在帮助这块做掩 这棋不能靠 靠被黑的一顶段白棋不行 不能靠的话 黑棋等于已经是度过 所以莲木树带眼位 这长了飞 是很大的 之后贴 当然不能被白棋搬完连搬 所以贴这个 救回那两子的同时 对这块也是一个威胁 下一步毕竟要分断白棋 这块比较弱 如果黑棋这一带攻过来 白棋没有明确的两个眼 所以补一手 之后呢 点个33 是硬手 试探白棋的硬手 看看白棋走哪 黑棋能不能寻求到一些借用 如果白棋顶到外边来 吃到外面 飞罩 拐一个 飞罩等于 一是加强自己 另外一个分断这两块 这两块被分断了之后 白棋这块眼位是不全的 所以呢 拐一个 确保自己的眼位 黑棋一立 白的一半 如果黑棋吃的话呢 白棋就一横顶 加强脚上的同时 还把黑棋给断 黑的走的是 搬 搬 长 再长 确保自己能联络 好 那么这一冲很显然比较大 这一冲十多目来了 而且呢 还跟厚薄有一定关系 所以白棋接上 白棋接上本身价值十几目 再把这个接上之后 黑棋多多少少会显得薄一点 黑棋飞 把白棋分断 同时也加强自己这块棋 线手接 一方面呢 有线手四五目 又长气 又是四五目棋 同时破黑棋的眼 这个不能放过 然后跳出 好 下到这儿呢 总感觉黑棋这么 这个子点进去 就这样 就这么搁进去 被白棋拖掀了 总觉得 有点亏损的感觉 应该不会便宜 因为点到这儿 白棋这一尖顶 黑棋立下之后 白棋在这儿抢了个线手 就没去印它 就这么死进去了 没看出点的好处 白棋跳出 黑棋搬住 把自己下后 同时瞄着白棋这块 白棋现在这块呢 还没完全安定 所以需要补一勺 基本上尖了之后 基本上就跟这块联络 黑棋很难分断 走这个的话白棋靠过来 来 黑棋连后了 连后了以后 点 开始回收木树 白的飞 这一点看上去有危险 好像被白棋飞罩住了 实际上没问题 也得靠 白棋搬 嗯 要想吃住这个子呢 不容易 比方说 要这样顶吃的话 也得冲 走这个呢 这个 黑棋就 立下 立下 嗯 这里有冲断的问题 这个白棋 比较 是比较难受的 如果 如果这样 比方说 比方说 从这儿收器呢 被黑棋断打 白棋打吃的时候 黑棋露包 这个白棋是 棋不够 棋不够 如果从这里收器的话呢 黑棋拖这个 这黑棋的棋也是相当的长 拖这个 那么白棋实战是 半 外半 黑棋呢 也很顶 很顶 白棋顶回来 嗯 这个 这个断点 对白棋来说 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嗯 需要顶回来 黑棋呢 暂时拖线不走了 这地方拖线 白棋 虽然 现在可以立这个了 但是呢 黑棋充一充 收一收器 这等于 也是一种 线索 走到这儿 黑棋已经有线索便宜的感觉了 嗯 挑一下 这白棋必须连上 横冲 挡住 一起呢 缩小白棋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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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硬 沾上 沾上也很大 沾上上面有眼 同时呢 瞄着这里冲断的问题 黑棋吃掉 打吃 完了之后这一靠 靠呢 是为了确保这个眼位 黑棋 普通的印上呢 白棋这一提 这里有一只后手眼 黑棋现在当然不可能接这个 接这个来破眼的话呢 白棋这块本身也是 不会死的 这里还有冲断 掰的哪怕就简单做个眼 或者是 直接穿断 这穿断 瞄着这里有冲断 这地方横顶先手 刺先手 在见到这的时候 黑棋整体不活 所以黑的不可能来破这个眼 得虎 白棋在这留下一个眼位 飞在这 做一个眼 同时飞在这的目数比较好 黑棋靠 靠是把自己联络 把自己这块连上 嗯 那么现在 下到现在呢 基本上双方都 都没有什么危险的棋 都很安定 一盘比拼关子的棋局 好 那么 这盘棋呢 相对来说 过程比较平稳 没有发挥 没有发生这种 大规模的这种战斗 但是呢 这样比拼 比拼功利的棋 也是 值得我们满满品味的 好 我们继续来看后半盘 靠在这儿 把自己连上 把自己立正 这部立呢 在关子角 从关子角度来讲 也是相当大 否则黑的就这么一拖 白棋不能这样扳 这样扳被一退 黑的就活了 脚上活了 只能搬里边的话 还得先手脱退 这个 目数相当大 而且呢 黑棋眼位就更充分了一些 所以白棋走这个等于是一个巨大的逆收关子 好 那么黑棋连上 白棋拖先 黑棋要来追究白棋的薄位 刺一下 这地方呢 直接搬被白棋搬住 什么棋都没有 而一刺 白棋如果随手一沾 那这边搬断 麻烦就大了 白棋整体都没活 如果你这样单关帘 那背一冲 这边木树损失还是不小的 我们看白棋怎么硬 在这一靠 下得很紧凑 靠一个 搬的话白棋顶 断不了 黑棋挖一下 白的只能退 如果打吃被黑棋挖打 只能退 冲 白的反冲 挡一下 这个是先手 否则这一次 白棋这块就要死了 补一手 冲过来 贴一下 吃掉 这是必然的 白棋很顶 黑棋 这样的白棋顺利联络 都连上 不过黑棋也有一点收获 就是吃掉这个子之后 这残留一个断 木树上有所得 之后呢 冲 再拐 再拐 把上面那两个子吃住 沾上 沾上本身木树也比较大 本身有九木棋 九木棋最关键是它还跟眼味有关 接住之后 黑棋这块变薄了 刺一下 这个是先手 这再多一个子明线 就 有联络的作用 那么即使这边被白棋分断的话 黑棋立在这也可以确保火棋 所以黑棋走了 这个就确保大块是安全的 同时瞄着要刺 冲断白棋 白棋刺在这补断 可以的 挡一个 挡本身是大关子 下一步一搬很厉害 这一搬白棋整块 眼味有点问题 不能挡了 挡的话被黑棋冲断 关门吃了 不能挡的话 脚上木树和眼味都受损失 如果被逼着从这条线单关联的话 那木树亏大 所以白棋弯这个 现在搬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同时弯了之后 白棋这一粒 这个子是可以逃掉的 断 断 斑接 简单斑接 这另一个虽然可以逃掉 但是木树 木树也不是很大 所以 黑棋 白棋选择了脚上半截 黑棋暂时没有挡 而是尖底 这个子不能让吃 冲 然后单冲 白棋从那边连回去 接上 好 一起中间先这样定型的稍微便宜一点 之后再把这个挡住 刺一下 护上 护上 斑 爬 双方各自收大关子 这个斑呢 本身不只是木树价值比较大 而且它还残留 比如说 如果被黑棋收了这个 中间白棋走什么都是后手 而斑破了黑棋的眼位 这打吃黑棋就不得不单关联 下一步再又挖 一起也不得不单关联络 这样的中间还残留一些余力 再吃掉 黑的爬 问问白棋应手 争取 争取 争取将来在脚上呢 收点气 能让白棋收气吃的话 一起总是有便宜的 好 好 黑旗先手棺子 先手便宜走完 尖顶 尖顶本身呢 在现在这个局面来讲 已经没什么大棺子 尖顶本身木树不小 同时也收白旗的气 瞄着脚上一些味道 弯这个 黑旗开始脚上动手 问问白旗怎么下 顶在这里 顶在这看看白旗怎么走 将来是怎么收气 白旗下得很强 尖在这 把你这个一路斑毡的先手都给削掉 那么接下来黑旗如果打吃这个的话呢 白旗点刺在这 这个是 黑的可以说 什么旗都没有 白旗这里是一个眼 黑旗提的话 白旗挤进去 有眼杀无眼 几乎可以说一气都不用收 所以打吃是不行的 打吃不行 如果黑旗尖这个的话呢 白的就往里一长 这两个点 A B 两点白旗 能站到一个 也是有眼杀无眼的状态 那么黑旗实战是飞 飞一个 看白旗怎么硬 普通的感觉呢 白旗是要往里长 如果这样的话呢 黑旗顶住 这不能打吃 打吃被打就变成这个 打吃的话 黑旗还可以扑一下 然后再打吃 这就麻烦了 变成打截杀了 所以正常来讲呢 白旗这么收起 这样的黑旗能做出一个眼 这就不一样 黑旗做出一个眼 白旗就必须得 老老实实的收起 虽然 虽然 从死活的角度来讲 没有问题 白旗的气肯定是快的 摆给大家看一下 白旗要想尽杀黑旗 如果这样下的话 白旗要想吃掉黑旗 黑旗也只是快一旗而已 白旗快一旗 但这个旗被黑旗收的 就很惨 外边黑旗全是先手 这些木树都收住了 木树都收住这地方 就可以爬过了 不用担心什么极端的问题 而白旗脚上 就只剩下可怜的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木 只剩下很可怜的十五木齐了 这么大一个角 被收成只有十五木 这样白旗肯定是不愿意的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收气吃它的作用 黑旗从里边动手 如果能让白旗收成刚才那样 那白旗恐怕 这盘旗就 不乐观 也就是 也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对杀的时候 这眼 眼和攻气是相当重要 双方都有一个眼 有很多攻气 白旗为了吃黑旗不得不去收工气 这个很麻烦 我们看一下 当初如果不收气 黑旗就简单的 搬毡的话 白旗有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里边有十九木 并且黑旗外边少了 一二三四个 四个子的先手 这四个子的先手 每一个子都有价值 所以白旗如果普通 觉得很正常的一长 背黑的一顶的话 这就相当不妙 我们来看实战白旗的下法 实战白旗这下得很强 跳点进去 看起来这跳点好像是有问题的 因为黑的扑 完了再扑 这地方白旗被吃了个接不归 再一叫吃 将来如果再叫吃 再吃 这里是个接不归 但是呢 白旗这样下反而好 接回之后 点啥黑旗 黑旗不能被提 提了的话又是有眼杀无眼 白的又不需要去收工器 只能沾 那么白旗再挤住 白旗这样下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这样下呢 反而好 就是说这样的工器少 虽然大家都一人一个眼 但是这样工器少 白旗需要收的器就变少 如果下到现在这个样子 白旗拖先 甚至 白旗拖先都没有问题 甚至拖先两手都没有问题 那么 就比刚才那个被黑旗完全收紧 只有15目呢 要强得多 所以 跳点是好起 主动让黑旗吃个接不归 这气反而好了 好 黑旗一看 现在去收气呢 一起铺了两下 黑旗现在一看 现在去收气呢 也为时上早 所以 尖回来 现在只能尖回来 这些器都收不上 如果你爬的话 这里被白旗先锁击断 先锁击断 这一击再一段打 那就 这两个字就掉了 脚上也再也不用收气了 所以它单间 所以它单间 打车 一操 打 打 这 就吃 再搅持 沾一下 这个沾当然是先手了 否则黑的先手把这个打拔 甚至可以先点进来再吃掉 团 踢 点进去 打车 这个利有 你说两目多的价值 而且很贴 进入小关子的振夺 长 挤一下是先手 这里断打完有扑 所以黑器只能虎 撕掉 剔掉 黑的粘 开始收起 白器 那也回贴 所以这个 由于白器跳进去下法的优越性 白器现在竟然是可以脱纤的 黑器接住之后白器脱纤了 这样白器也能快一气 很顶很大 现在白器 这里先手便宜了一点 回过来收起 搬 这里掰得要注意 不能随便挡 挡的话被黑器一搬 再挤 打结杀了 所以利 黑器先手爬 把团上 拐头 一路斑街 白器现在气比较长 所以斑街也是没有问题 好 黑器打吃 这时候有意思的地方出现 普通的感觉 黑器打吃 白器粘上 这样 白的将来 将来是这样 从气上来说也是没有问题 白器快两气了 黑器收益气 白器脱纤都没有问题 但是白器接上之后 将来再打吃 再提掉 一二三四 这四个位置 四目 白器全要被收回去 白器实战很有意思 这地方从局部来说 是一个很顽强的手段 直接团在这 团在这 是什么意思 明摆着可以进砂 非要主动走个打结砂 他的意思就是说 将来白器只需要直接打吃 再把黑器提掉就可以了 这里可以少收 少收一木棋 这地方白器不用填个字 白器脚上就多一木棋 因为这棋 因为这棋是缓棋 缓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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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棋棋的棋 所以白棋 不担心黑棋跟白棋打结 强行强行强行撑住这一木棋 除了刚才这一跳点之外 这个做结也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下法 黑的一看 现在直接提结 这个缓棋棋肯定也打不过 所以先收木 顶 再再充 好 黑棋 借着补断的同时收一棋 那么白棋收棋 提 打赤 打赤 白棋使出打结的手段 这个也说明这棋还是挺细的 如果是在白棋已经弄了的情况下 以这个 以这个 阿尔法为期 赢了就很稳健的那种下法的话 它可能就粘一个算 就是避免不变不必要的变化 省点电算 提 接上 这一接价值很大 所以白棋充 提回 垫顶 提掉 充 粘这个是逆缩两目 这必须 逆缩两目还强一点 必须粘上 铺 打赤 打赤 这里白棋有好几个结材 提回去 打赤 打赤 粘住 回提 挖 好 这个结呢 黑棋 黑棋应该是打不过的 因为毕竟是缓 可以说是缓三期结 黑棋提过来以后 收一 收二 收三 白棋提过去才是真正的打结杀 所以黑棋要想打赢这个结 是不可能的 那么 当然黑棋在打结的过程当中 每收一棋一二 这两部都是有一木棋的价值 包括这部棋也有一点点价值 黑棋只能是看看能不能 通过这个结 找到点便宜 那么打到现在黑棋一看 这结 显然打不过 还是把这个三木结上吧 把三木结上 那白棋呢 消结 虽然白棋现在即使不消结 这结 不会输 但是呢 这消结也有价值 消了结以后 就可以放心的撞气 打吃啊 冲啊 断啊 这都是有木的 因为现在 像你说一木也是 也属于现在最大的 所以提个结 它价值也是很大 啊 啊 白棋把结消掉 那么 这棋就 彻底的清楚了 可以说啊 没有什么变化 把先手一木都走完 逆收一幕 白棋呢 挡下来 打吃 打吃 也有 一木多的价值 先手打吃 然后把这个沾上 这个呢 黑棋冲了的话 这挤白棋将来还要补一个 铺完挤的话白棋还要补两个 所以这个接非常大 把这一幕收到 白的冲 别的打吃 再收一幕 一起提结 嗯 这一段呢 断了这个之后再断这个 将来黑器要补 所以呢 黑器把这个接上 嗯 那么白棋接 黑棋接 白棋提 黑棋认输了啊 实际上也就是白棋小盛一点点的局面 这盘棋呢相对比较平淡 但是在这个左上角 好 左上角这一代白棋收器的下法 还是很精彩的 好 那么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